陈梦离大满贯只有一步之遥 但主管教练忠敬用再次不见踪影 也让陈梦的梦想蒙上了音乐 作为第一个抵达德班的参赛队 国评迅速展开适应性训练 看点颇多 女评主教练马林亲自给王曼玉喂球 王曼玉还有主管教练徐辉陪伴在旁 混双组长肖战带着孙颖沙 王楚清展开了混双训练 沙头组合赢球后击掌庆祝 孙颖沙的主管教练邱一可 则带着另一位弟子宽曼和林诗栋进行混双训练 陈梦则是由队友陪着练习 这是因为他的主管教练钟金勇 并未来到南非 作为一名老教练 钟金勇陪伴陈梦比赛的次数很少 陈梦的训练主要由马林负责 虽然陈梦是马林的亲传弟子 感情深厚 但马林毕竟是主教练 还要照顾其他主力队员 滑在陈梦身上的精力有限 陈梦只需一个世锦赛单打冠军 便可成为大满贯 他已是女拼年龄最大的队员 德班式拼赛预计是最后一位 没有主管教练时刻陪伴 有孙颖莎 王万玉 王一迪等强劲对手 陈梦冲击大满贯之路很艰难 他们圆梦